各位投资者,大家晚上好,欢迎来到今天的蜜蜂财报 今天是2022年的6月29日,我是今日的主播Rubin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日行情 蜜蜂财富筛选ASES移动涨幅榜前5名,分别为 勘探公司DIE涨11.3%,勘探公司STA涨6% 李矿商LTR涨5.2%,赌场SGR涨3.3% 以及煤太商NHC涨2.8%,我们看一下上述公司的重量公告 勘探公司STA空谱项目露天采矿将提前两个月开始 今日该股收入0.3万欧元,涨6% 李矿商LiotonLTR与福特达成成购协议 即债务融资 今日该股收入1.12澳元,涨5.2% 先我们看一下今日的澳门,要玩速递 澳股收跌0.94%,结束了之前连续四天的上涨 ASI200指数周三收跌0.94%,至6700点 科技板块下跌2.8%,追随着隔夜华尔街的大幅下跌 Block下跌6.2%,NextDC下跌6.7% 内在200成分的股中,涨幅往前五名分别为LiantonLTR李矿商 涨5.2%,SkyCity SKC新西兰赌场涨3.9% SGR Star Entertainment也是另外加欧洲的赌场涨3.3% AZG铁路服务商涨3.1% 以及VivaEnergy VA油气公司涨2.1% 跌幅往前五名分别为Tiro Payment TYR支付公司跌16.6% Imu一达公司跌13.9% Carsales CR广告公司跌12% SLR金矿公司跌8.1% 以及REIT CLW跌7.3% Tiro首席执行官离任,股价一度暴跌20% 支付公司Tiro Payment股价上午一度下跌20% 收跌16.8%至0.6澳元 该公司表示,其首席执行官罗币扑克已经提前6个月的通知 它将离开公司并宣布下入赌场运营商 星空娱乐Star Entertainment作为新的董事总经理兼手机执行官 过去一年里,随着金融科技业务出现大范围的崩盘 该集团的股价下跌了82% 澳大利亚五月份零售销售额增长0.9% 五月份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长0.9% 好于预期,同比激增10.4% 澳大利亚统币局ABS表示 五月份的增长是零售销售额连续第五个月增长 此前,四月份增长0.9% 三月增长1.6% 二月增长1.8% 以及一月增长1.6% 百货商店的涨幅最大,上升了5.1% 其次是咖啡馆、餐馆、外卖服务 其他零售业、食品零售业和家庭用品零售业 就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评级更新 食品商CKF被Morgan Financial升至增持评级 博彩公司TAB被Mercory升至增持评级 目标价为1.2澳元 科技公司XPN被Shield Partners升至增持评级 金融机构LFG被Credit Suits降至持有评级 房地产商GPT被Morgan Stanley降至卖出评级 目标价4.3澳元 预逢财富智慧理财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加在长青 感应您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